2022年即将结束 回首过往的一年 IM品牌可谓动作不断 不仅提前完成了全年的销量翻倍 同时还发布了全新的爱神剑logo 并且推出了高端品牌hyper号博 当然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必然没有 就在年末 IM品牌又为我们带来了基于AEP3.0平台 和全新电子电气架构打造的车型 hyper GT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它有哪些独到之处 外观方面 新车采用了风生水起的设计语言 一体式仿生格山为封闭式设计 而两侧的前大灯组造型也特别的犀利 这些都是新动员车型的典型特征 另外你会发现 hyper GT特别的注重空气动力靴 它的整个车头就像是一个液态的金属水滴 保险杠两侧还有两个进气口 这些都帮助它获得了0.19cd的超低风阻 车侧造型同样动感 流畅的六倍式设计很好的全身了 grantissimo的真低 不过呢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悬翼车门 再配上这无矿式的设计 哎这你受得了吗 逼格真的满满 而且啊在关门时 它也能做到足够的优雅 因为有电锡 拿到车尾啊 整体设计以简约为主 车顶与后车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幕 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 另外啊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还搭载了一个三段式的尾翼 尺寸真的不小 而且呢尾翼的支架是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这就让尾翼有一种漂浮的感觉 真的非常的科幻 因为hyper GT的内饰呢还没有对外公布 所以这次啊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不过它所使用的星灵架构呢 采用了座舱域车身域和制驾域的集中式布局 带来了算力和传输效率的提升 以及控制器和线数的减少 而且在全新架构的加持下 hyper GT的智能座舱 日后是可以接入海量应用的 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使用需求 不仅如此 全新的星灵架构呢 已经能够支持L4级的辅助驾驶 而且我们都知道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型 在辅助驾驶硬件上 都是采用了高清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 超声波雷达的组合形式 而hyper GT呢 再次基础上加入了红外摇杆技术 以及三颗可变胶的激光雷达 实现了360度的全方位超强感知 保证辅助驾驶的安全 OK 在欣赏完hyper GT以后 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款车是品牌资源倾斜 技术重仓以后的产物 那从厂家了解到 它的最大输出功率 已经达到了250千瓦 最大扭矩呢 达到了430牛米 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仅需要4秒左右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而且它还有着智能的底盘 以及前后50比50的配重比 绝对是一把操控的好手 那这么一款 极高颜值高智能 并且性能也出色的车型 相信在上市以后 一定会获得90后 甚至95后年轻消费者的心 特斯拉Model 3 你干颤了吗